周律师您好 我是美国周恩电视的记者邱文辉 今天明州检方表示 不对刘强东涉嫌性侵案进行起诉 您是如何解读这件事情的呢 检方不起诉关键依据又是什么呢 案件不起诉 检方不起诉 这个是正常的事情 那么检方的依据是什么呢 按照我的解读 最关键的是他在最后 那个检方不起诉最后有一点 他说这个报警的时候 第一次报警的时候 警察去当场有录像 然后找了三个人 三个男的一个女的讲话 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他们主要是依据这一点 当然还有其他的证据 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这点 他们按照我的经验来说 这个讲的是对的 他这个也就是说什么呢 在录像的时候 因为米尼埃夫斯的录像 那个警察进行调查的时候 他都身上都有这个body cam 他都录像的 一举一动全部录下来的 那么他有可能是一个警察 有可能是两个警察 对不对 他每个警察身上都有 他都有录像 那么按照这个录像的看法呢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了 第一次报警以后 刘强东没有被捕 对不对 按照他的说法 这个警察还把刘强东 带到他的旅馆 按照官方的这个消息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这个在第一次报警的时候 在有录像的情况下 这个录像上面 并没有显示 这个女方 第一 说是刘强东对他进行强暴 如果当时说对他强暴 那么他 刘强东的警察当时就会抓他 所以这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 第二 那么按照他的以后的说法 比如说是当时 当时他是害怕刘强东的权力太大 对不对 好了 那么你这个害怕 你当时这个录像 因为录像好在哪里呢 你不仅可以看到 他的讲的话 而且还可以看到他的表情 那么他这个 经过人家的 从这个录像看 这个女孩可能当时报警的时候 又没有哭 又没有闹 态度镇静 所以跟他以后再怎么说 那么显然是有出入的 所以不像说 他是害怕人家 刘强东又怎么样 然后他这个 按照他这个官方的消息 他们两个人之间还进行了交流 所以说这个 哪怕就是这一点的细节 这是很重要的细节 也是按照警方最后提出来的 也可能是他最终导致警方 不起诉的细节 那我们是否可以理解成为 男女双方发生了性行为 但是不存在这个性侵 算是自愿发生的性行为 是这么理解吗 对的 这个按照警方的说法就是这样 这是自愿的 双方是自愿的 那如果案件中的女方 那如果案件中的女方 对该结果不满 那她是否可以再次提起诉讼呢 她可以进行民事诉讼 但是这个检察官的刑事诉讼已经结束了 以后不会再提出了 除非以后还有其他的证据 比如说她的房间里面放了一个录像 偷偷地把它全部录下来了 时间她有强迫的动作 或者是行为 不然的话 这个检察官的决定是最终的 女方唯一的途径就是进行民事诉讼 那女方去告她 告这个男方 然后我但是现在 那个警方做出不起诉的这个决定以后 女方要再进行民事诉讼 这个过程很难 一般人家进行民事诉讼 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比如说那个检方最后 那个进行起诉了 至少你要起诉吧 因为你不起诉的话 你起诉的标准 跟民事诉讼的标准是一样的 叫做probable cause more likely than not 就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嘛 她连起诉都不起诉 那么你将来这个民事诉讼的门槛 跟她起诉的门槛是一样的 所以你要赢的话就比较难了 那这刘强东这个案件 从发生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 检方才表示不起诉 那这个案件和以往明州 类似案件相比 在时间上是属于正常的吗 然后一般情况下 在明州检方大约是要多久 才会决定是否起诉呢 她没有一个时间表 至少有一两年都有的 她没有一个时间表 那像这个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有三个月呢 一个就是 她当时到底有没有强暴 不清楚 所以才会有这个三个月的 这个调查 如果当时的这个警察去调查 这个女的 这女孩子又哭又闹 那就不 就不会有这个三个月的时间了 我的估计 我没有看到过录像 我的估计 警察去找这个女的的时候 这个女的没有哭没有闹 这个录像 这个录像 她现在没有进行起诉 所以录像她不会公布 从检方角度就是不起诉 之后除非有更强劲的证据 证明女方是被迫接受的性行为 才会进行起诉 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 对不对 也是没有证据的这样子 但这个过程不会 我个人觉得不会 不可能的 这个决定 这是只是我们说 有万一这种可能性 但是在驴腔中的案子 不会的 不会再有了 这个是最终的决定 不可能再有第二次刑事起诉 那最多有可能的话 就是明示进行起诉 在刑事方面就完全就是没有了 没有刑事了 明示上面有可能 但是就像我推测的那样 因为明示的 要明示起诉的这个案例 这个明示起诉的标准 跟这个 刑事起诉的标准 明示定罪的标准 跟刑事起诉的标准 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叫 百分之五十一 叫more likely than not 现在连起诉都不起诉 他要进行明示起诉 就很难了 现在的问题 我估计不是女方 要不要进行明示起诉 而是刑事中那一方 要不要进行明示起诉他 都有可能的 那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 我认为呢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样的话 大家不是还一直要谈刘强东案吗 我估计他也不想要 大家在媒体上一天到晚 那个讲到他的事吧 那这件事情啊 您觉得对刘强东本人 有没有一些后续影响 比如说是否会影响 刘强东之后再进出美国呀 那他是否会在美国 留下案底之类的呢 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他有这个警察 那个警察的记录 这个记录可以把它封掉的 封掉的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 作为刘强东一方 他现在不起诉了 他这个律师马上会要求 法庭把这些所有的 警察的这种案子 所有的东西 全部把它封掉 就是谁都看不到 因为他没起诉 等于说那基本上 对刘强东本人 没有任何影响 实质性的影响 没有任何影响 那一般这种情况 这种案子在明州这个花费 您能觉得大约是多少钱呢 这个大牌的律师 像这么大牌的律师 五万十万甚至更高 这是很常见的 五万十万是一小时 还是说是整个 一个小时 比如说按照一个小时 像这些大牌的律师 一个小时 八百块钱一个小时 九百块钱一个小时 是常见的 但是有可能进行 讨价还价以后 变成六百块钱 五百块钱都有可能的 那刘强东这个案 那其实刘强东这案子 其实我知道 在明州这反应上 也是很强的 那就是您在明州 也生活这么多年 您觉得这案子 对明州来说 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在华人的影响比较大 在美国人当中 影响根本不大 华人都知道嘛 刘强东案嘛 有的人就是认为 这个女的就是仙人跳 有的人就是认为 刘强东确实是 比如说犯了这个 指控的罪 都是分成两派嘛 这华人反正比较热心 都是华人的事情 所以比较关注 这个事情呢 明大好像不知道 有什么东西 我曾经找过几个 明大的学生 了解过去 他们都不知道 就是全部被封起来了 好像有这种感觉 他们也不知道 那我知道 其实我自 可能是明大呢 害怕会 也会受到牵连吧 那针对这个案件 或这件事情 周律师您还有什么 其他想说的吗 这个案子 就像所有的性侵案 都是一样的 第一个呢 就是性侵案实际上 性侵案的这个后果 是严重的 在明中 你这个性侵案 如果 那么 这个女方 如果起诉 这个男方性侵案 如果这个男方 性侵被定有罪 这个男的要作为叫 我们叫做 sex predator 他要登记的 他住到哪里 都要登记的 这后果是很严重的 哪怕就是进行 起诉阶段 对某个人起诉 就像你说的 这个美国社会 这个人被性侵 基本上所有单位 都不会要你 特别是要照顾人的单位 都不会要你的 所以实际上性侵案 就很严重 所以他的检察官 非常的慎重 这是可以理解的 然后这是第二 他的性侵案当中 他的证 他实际上不需要 任何其他的证据 只要把这女的 放到这个证人体上 说他性侵我了 他就可以起诉 他就可以定罪 只要陪诊团承认他 所以说 从你综合起来看 在这么 要求这么低的情况下 检方进行不起诉 就说明这个女的 他们现在手上的资料 就是要么就不可信 要么就是可信度很低 他就没办法进行起诉 或者定罪 是从这样的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